再来关心市役水泥公司即将在秀林村设厂开发 在去年11月召开过了说明会 并没有获得部落会议资商同意权后 今年度市役水泥是再次争取办理 而经过会议决议暂缓办理 而要求市役水泥先行召开说明会 并针对开采位置、回馈机制、 环境维护、居住安全等措施进行详细说明 而后续部落再办理资商同意权会议 以维护部落族人知的权益 秀林部落会主席杜努表示 纵使市役水泥公司在去年11月召开说明会 但是大部分的主任们仍对市役水泥具体的开发位置 回馈机制、环境维护、居住安全等配套措施仍有余力 且资商同意权们很相当高 需全部落家户过半参与才可以成会 因此这次会议特别将此议题提出 让主任们决定是否直接进入资商同意权 或是再请市役水泥公司办理说明会 针对双述一体主义说明以及讨论 再进行资商同意权的会议 我们的那个示意实况就是要在我们秀林那边开框 那部落主任大部分都觉得说你那个说明 整个说明会还有整个回馈机制要清楚 我们才能够让你开资商同意权的会议 所以我们也会再要求示意实况再来部落一次说一次 说明清楚它的开框的不管是开框的位置 还有一些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些回馈机制都要清楚 因为毕竟部落族人在很多遇到外来 外来的一个财团或是厂商的时候 其实部落的主体性有时候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是示意实况能够再具体的说明 让部落的人能够了解 修林部落会将立即依部落会议决议事项 陆续提送相关议案的结果到所属单位 部落会议人族人表白以及发生的部落平台 每一位族人就有表达的意见的权利 记得一切关于旧小伙伴导